真的 Folding 其實我覺得我是一個 就是對於婚姻跟愛情這件事 我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很想結婚 那時候就覺得 小時候就覺得我應該會大概 二十五歲結婚吧 然後二十六歲當媽媽 可是當很緊很緊 後來過了二十七二十八的時候 我想說怎麼好像離我越來越遙遠了 然後也就覺得說好像不一定 一定要結婚或者是一定要當媽媽 因為那個時候一個人的生活 其實過得滿充實的 因為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除了當老師也是藝人 然後就剛進這個圈子嘛 所以我大概過了三十歲以後 我就完全放棄這個念頭了 就我沒有再想說我的人生必須要 就是一定要走入婚姻或是走入家庭 所以我覺得完全就是因為 真的是很巧就是可能在對的時間 遇到對的人 因為我認識我先生的時候 我好像已經三十八歲了 就是其實是算年紀滿大的 但是我認識他的時候 我也沒有很急著要結婚 那我先生他是很認真的跟我交往 我覺得應該就是覺得 他真的是一個很誠懇的男生 然後也被他的誠懇打動 然後我就認真的思考說 對如果我真的想要走入家庭 我的年紀的確是 就是如果要生小孩的話 因為你知道已經是大齡了 對所以就想說 好吧那就 就決定結婚了 對我來講我不是會去查 男生手機的人 對我不是那一種 因為我自己也不喜歡被緊迫盯人 所以我就不會這樣子去要求對方 但是他就跟我講 他就說只要我打給他 就是一定找得到他 除非他在台上演唱 但是他下來一定會馬上回給我 像他現在如果常去上通告 他經紀人的電話我也有 他就跟我說 你找不到我你就找葉子 就找他們公司的誰連誰 而且他是真的 我打給他 比如說假設他現在在 在跟憲哥聊天好了 因為我也不會要求說 我 對可是他就會說 寶貝啊我現在在跟憲哥聊天 我就說 那好你們繼續聊 他就說 你等一下你要不要跟憲哥講話 我說不用不用 他就 你知道他就一定要我跟 他現在在聊 他現在愛NG做的事情 對 要我參與 很奇妙 我們有很像的地方 我先講像的 因為我們都是風向星座 他水瓶我是雙子 然後我女兒也是水瓶 所以我一家都風向 水瓶有點遭難以捉摸 非常難以捉摸 那剛好呢 因為我是雙子 所以我不喜歡太好捉摸的人 太好捉摸 我就覺得我們好無聊喔 就是你每天都一樣 你知道所以 因為他是一個很跳躍式的人 那我講我們兩個很像的地方是 當然他愛音樂我愛舞蹈 所以我們有時候 就算我們在家看電視 我們都好多可以聊的 另外一點我們也很像是 我們都會需要一個 各自獨處的空間 就是我在書裡有聊到 就雖然呢 我們結婚了 可是有時候在家裡是 比如說他可能會在房間 他可能會彈吉他 或者是他在弄音樂的事情 然後我可以在客廳 比如說看書 或者是看DVD 或者是陪女兒 但是我們彼此都覺得很心安 然後呢 我也不會去 我覺得水瓶座有時候 會需要一個人 我就是感覺得到 他散發出來那個詞場 就是我想要一個人 但是我不會 可是我不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一個人 我為什麼不能在你旁邊 我就會很理解 我就覺得 你要一個人很好啊 你知道我就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先生很宅 他是一個宅男 我想說 怎麼會有人 這麼不想動啊 而且他的宅 不是說在家裡 像我就算在家 我會在家裡走來走去 我就是比較坐不住 但我先生是 比如說他在臥室的床上 他就在那邊就不動 就不動了 那五個小時 他還是在那裡 對我想說 為什麼可以這麼不動啊 然後他 他都會跟我開玩笑說 老婆我修行底的 他就覺得他是修行底 他覺得他可能在 你知道 他很近 而且他 他真的他以前就會常打坐 可是我說他不動 他可能不見得是打坐啊 但他就是 而且他不移動 我想說 為什麼可以有人 不移動 你知道就 我覺得這方面我們還蠻 好有趣 對 我們還蠻反差的 他變成爸爸的身份以後 對 我覺得他原來 這麼愛小孩 因為我在懷孕的時候 當然我就感覺到 他很喜歡小孩 可是因為 因為寶寶還在肚子裡嘛 等到寶寶出來以後 我跟你說 不得了了 他簡直 我覺得他有點 因為女兒那時候很小啊 就是每個來家裡 看寶寶的人都要消毒 那消毒通常就是手嘛 我們都會這樣 然後 對 他不只是手 他說 他會叫客人說 你轉圈圈 然後噴人家這樣 就是整個人都消毒 那我想說 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而且喔 我不知道我覺得 長女 就是第一個女兒 跟爸爸的那個情分是 很奇妙的 因為照理來講 寶寶是我在帶比較多 就是 我是他的主要照顧者 那他也的確比較黏我 但是很奇怪喔 就是爸爸抱他的時候 他就是會有一種很驕傲的感覺 他就會這樣 你看 他就會 有這種眼神 而且喔 上個月吧 他現在十一個月 他十個月的時候 他有一天忽然主動親爸爸耶 沒有原因的 他就這樣親他的臉耶 然後親了四次 連續 我想說 我每天這麼辛苦的照顧你 換尿布 洗澡什麼的 可是他第一個親的人 居然是爸爸 這是我的新書 一加一大餘餌 留真的幸福追愛記 那這本書呢 其實是我在生完寶寶之後的 第一個作品 紀錄了我從懷孕啊 然後到 懷孕的整個過程 到生完寶寶 坐月子 然後產後瘦身 就是 我裡面有設計了 很快速瘦身的八個動作 那當然也有一些跟先生相處的 就是兩個人夫妻相處之道 也都記載在這裡面 所以 算是一本蠻完整的 幸福追愛記